大家好,我是车机 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成功就要付出代价 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学生牺牲睡眠的时间读书 运动员牺牲休息的时间练习 创业的宁愿不吃饭也要继续工作 那如果作为一个吃播网红 他的最大牺牲应该就是健康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位欧美吃播界的一哥 看他如何从身无分文吃出230万美元的豪宅 但也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一个化美男变成158公斤的巨汉 今天我要说的这位YouTuber原名 Nicolas Perry AKA Nekocado Avocado 接下来我们就简唱他就Nek Nek其实是一个孤儿 1992年5月20号在乌克兰出生 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 虽然在十几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多重症和强迫症 但Nek也展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 他接受过专业的古典小题群训练 在成为吃播网红之前 他的梦想是站在百老汇的舞台上演奏 不过当Nek真的到了纽约后 他才发现人脉比起天赋更重要 他形容自己只是大海中的一条小鱼 不管再怎么努力还是没人注意到他 既赚不了钱又出不了名 只能在纽约挣扎求存 2013年左右 身为素食者的Nek在一个FB的素食群组 认识了他现在的老公 两个人很快就从志同道合变成情投意合 Nek也决定放弃百老汇的小提琴梦 跟着老公搬到哥伦比亚一起生活 2014年 Nek开设了Nekocado Avocado的YouTube频道 这个名字是因为Nek本身很喜欢吃酪梨 就是香港所称的牛油果 或者中国的恶力 早期的影片主要是关于他的纯素饮食 也会揭露一下他跟老公的生活和表演小提琴 很快Nek的影片就打入了素食者群体 在素食圈算是小有名气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记住这个时候的Nek 那是素食圈的 那是素食圈的 哈哈哈哈 2016年9月 Nek突然把之前的所有影片删除 还发布了一支影片宣布自己要离开素食圈 理由是他觉得素食圈的人总是互相攻击 他们觉得Nek永远都不够素食 这让他对素食圈感到非常失望 不过Nek并没有放弃YouTube 而是转型为吃播YouTuber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欧美YouTuber开始吃播 不过轻衣色都是女生 而作为欧美第一批踏入吃播圈的男生 Nek很快就获得了大量关注 宣布放弃素食后的第一支吃播影片 就已经有350万次点阅 Nek似乎找到了属于他的流量密码 就是各种各样的吃 而且因为Nek刚从素食转为杂食 所以西人眼球的标题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流量 像是10年来第一次吃肉 素食者20年来第一次吃鸡蛋 前素食者10年来第一次吃汉堡等等 全部都有很不错的点阅率 这个时候的Nek偶尔还是会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 像是酪梨、豆腐和寿司卷 但他很快就发现比起这些健康食物 高卡路里的吃播影片有更高的点阅率 于是他越吃越油腻 各种炸鸡、芝士、披萨和熟片 通通也逃不过Nek的胃 有一次他跟其他吃播网红去了一家名为心脏病发的汉堡店 这家店主打高热量、高油脂和高卡路里 勿求要吃到你心脏病发 吃之前Nek还在店外量了一下体重 让我们看看我多大量,我甚至不知道 我认为1.60克,可能1.60克 你自己身上,所以我们马上升 这必须是错的 你们俩,我200磅 哈哈哈哈哈哈 正式成为吃播YouTuber短短7个月 Nek的体重已经从开始的68公斤 增加到90公斤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现在我220 其实每天都吃那么多垃圾食物 怎么可能不变胖呢 但有趣的是 Nek本人却觉得很惊讶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what the heck happen to me I don't know how to get rid of this I have gained wait and I don't even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m hoping I'm praying that this is just water weight that this is water weight and it comes off in like a week 当然,Nek的肉并没有就此消失 随着他不断吃进各式各样的垃圾食物 一个又一个的1万卡路里挑战影片 他的体重只有不断的高跟猛进 后来Nek又多开了几个吃播频道 拉上不同的吃播网红和老公一起来吃 几乎是以日更的速度来上传影片 吃着吃着他已经不在乎体重的数字了 but I don't care, I don't want to know I don't want it to be like oh gosh, I'm 252, I'm getting fat I don't want to know what that number is if I notice I'm getting out of breath when I speak my body's telling me something if my shirts stop fitting my body's going to tell me something if I have problems going up and down the stairs my body's telling me something f**k the number on the scale 不过该面对的始终还是要面对 成为吃播youtuber的三年后 Nek的体重来到了290磅 比他刚开始吃播的时候 重了将近一倍 或许是意识到减肥的必要性 Nek又做了一下简单的计算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take me to lose my weight if I have to lose 120 pounds and I have to do 5 pounds a month let's do 120 divided by 5 how many two two years that's 2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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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一一落空 身体给错的信号还不止这些 Nake的心脏一度出现了问题 肋骨也因为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断裂 他也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扩跃肌 除了物理上的改变 Nake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不管是表情、语气和表达方式 都跟以前花美男的Nake有很大的分别 根据最新的影片显示 Nake现在已经超过了350磅 既然吃播给Nake带来了那么多问题 为什么他还要继续下去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钱了 吃播影片给Nake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他的钱包也跟他身材一样暴涨 除了吃下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就在前不久 Nake付了头期款 买下了价值230万美元的顶层公寓 接下来为了还房贷 我猜他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放弃吃播了吧 其实吃播网红出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之前就已经有报道 有吃播主吃到牙齿烂掉 运倒甚至理事 过度燃烧生命来换取金钱 大家又觉得值不值得呢? 好了 我是杀鸡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